一同过生活 我们来聊聊肌肉跟骨关节之间的秘密 你知道发现我们每一次只要有 邀请到复健科啦等等的医师 来到现场大家的问题 就是完全问不完 我们大概最后能够回复的 都只有大概十分之一 八分之一的问题 因为大家这方面的问题真的太多了 而且你看我们要讲肌肉跟骨关节之间的秘密 就代表其实你的肌肉 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 你的骨骼有什么样的问题 它其实都互相联动的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 就是不只是复健 复健是你出了问题 它告诉你怎么处理 或者是它告诉你怎么预防 但是这些都跟营养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呢我们请到是日食一线的营养师 刘一循来跟我们聊聊这个主题 欢迎一循营养师 童谣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们又来咯 好我们来看到 现在因为夏天很多人都会去户外走一走啊 那长辈们其实最常做的一些活动就是爬山 对不对 因为爬山我觉得不是只有锻炼一下体力 大家还是交朋友 在公园啊散步打拳啊 做点运动也是一样 那但是哦 有一些长辈就会抱怨 这个爬山走一走 双腿无力 然后是走几步就要坐着休息一下 那有一些呢就是我们都说长辈不能再住公寓了 一定要去给他住有电梯的房子 因为他已经不太能不太能上楼梯 甚至膝盖痛痛到连出门都不想走 抱也抱不动 说手无力 那这一切其实我们现在比较有概念 可能跟你肌少症有点关系 但是你说我就明明是膝盖痛难 到我不是骨关节的问题吗 我们就要去看看这个当中的连动 所以要先请教一下怡循就是 有一些长辈哦 就是说没力气走路 我妈就这样 我妈完全就这样 他就是呢 可能每天就是他一定会逼自己下去走个两 走个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一直走路 一直走路 那但是除了这之外的时间 他就都想要坐着 他都觉得他不能动 那我妈妈已经算是会动的了 那可能有一些长辈就真的就是一直坐在那里看电视 然后你跟他说你忍不住一走走 他就说我没力气 火累了这样 那个这到底是怎么造成的吗 我觉得你应该先想大年轻的时候 你一定会动不动就想动 就是小朋友你叫他坐下来 他绝对不会坐下来 因为他全身上下很有力很想动 为什么因为这是活力的来源 其实基本上我觉得老人家他觉得动会痛 那是因为他长久以来 没有在去锻炼他的肌肉 没有在训练他的身体状况 所以他就变成我因为痛 所以我不想动 我走路就好像有运动了 好那我就有走路就好 可是其实走路是没有办法训练到肌肉这件事情 再加上我们一般的饮食 你没有办法把真正的营养素不见 其实肌肉这部分在老人家或是饮食当中不均衡 最容易发生 因为你的蛋白质不足 维生素矿物质不足 这些东西导致你整个营养素急速下降 老人家有个很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他牙口不好 所以你叫他吃蛋白质他会说我吃不下去 所以他就会选择是好咬的 譬如说面包类 馒头类 吃白饭等等 甚至连菜他都不愿意咬 所以导致他的饮食是完全偏食 偏食这件事情就会让他觉得我营养素不足 我就很累 因为你就没有好的东西进来 你累了你就不想走 走两圈就觉得我脚会痛 可是这个痛其实是来自于你没有先把你的肌肉顾好 而让骨头跟骨头之间有摩擦 关节关节之间的摩擦让你觉得痛 所以你要回到根本来看说你整身的力气 是来自于哪里的电力有没有补足 这件事情要补足之后 你才会有想要动的这个能力跟这个动机 其实我觉得是 因为老人家牙口不好他就什么都不想吃 或是大部分吃一些流脂的东西 我就会觉得说你这样子体力到底 你营养到底够不够 很不够啊 而且你知道我每次去那种常者健康中心在演讲 跟他们说你们要多吃蛋白质 你知道他们都只跟我说 诶蛋白质吃太多我要调这个不好 我相信一定很多人都跟我回这个问题 诶那我们就来聊一下 对 真的吃蛋白质 会造成肾脏的负担吗 对老人家来说 应该是说他基本上我们要的蛋白质量 我们说的一天一个人 至少要两份蛋白质就是14克 基本上他就两颗蛋 可是你看叫你一天吃两颗蛋 就有人说哦不行不行 我胆固醇过高 可是你是忽略的 你知道那个两颗蛋胆固醇过高 是因为你本来其他东西的胆固醇含量高 而不是你吃那两颗鸡蛋的胆固醇含量高 所以都忘记了食物的本质 其实他要的是那个营养素 不是你不是过量你是均衡 而且你的量要佐 我们说的那两颗蛋白质 其实那两颗蛋的蛋白质 其实对老人家很重要 你就早上一个晚上一刻 所以他一天只要两颗蛋蛋白质就够了 我的意思是说他最少又有两颗蛋 那他连两颗蛋他都不敢吃啊 你懂我的意思吗 对那他不吃蛋然后肉又吃不下 肉又吃不下 他都吃对他都吃那些 我们觉得营养素不够的东西 根本长不到他的肌肉这件事情怎么办 他就是不想吃 他就跟我说啊不行 那我就说那不然我们喝个蛋白粉 他就说哦那个蛋白粉也 什么喝了 医生说就是我刚刚讲的什么 肾脏不好压 那个油剂会不好 我说不对 你如果饮食上蛋白质就不足 这个东西是用喝的很快就可以帮你补到那两颗蛋的量 你能不能吃那两颗蛋 其实可以 因为一天的人蛋白质含量必须要体重乘以益液 比如说我是56公斤 我至少要吃到56克的蛋白质 其实才够我一天整天蛋白质的需要量 所以你是没有人这样吃啊 而且后来我也不知道 大家听到这个讲说几克的蛋白质 这不是等同于你吃几克的肉 对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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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简单讲 对 比如说鸡胸肉 对 150克的鸡胸肉 重量150公克的鸡胸肉 大概有多少克蛋白质 基本上我们一克蛋白质 一份蛋白质是7克 7克 所以你看150你去处理其他的几份 所以你不可能整块鸡胸肉吃 我们都用手 我教老人家说你用手掌去算 对 一块鸡胸肉 你手掌那么小 你不可能整块吃完 大概就要吃这样 可是老人家大概都吃了你手掌一半的量 因为他就觉得我腰口不好吃不下 所以我们都常教老人家说如果你想要吃肉吃一些很营养蛋白质你把它切碎一点 然后量大一点然后让你好咬一点竹软一点 其实真的就吃得到那个你要的量 可是我们常说不要讲老人家我们这些轻重年人口可能蛋白质都不够超级摄取不够的 所以你知道我看到有一些那个这个有在健身的减重医师 他们自己一餐会吃两个手掌的蛋白质 这样不会太多吗 不会因为他们在健身 所以他肌肉的需要量就是需要这么多 所以他就等于是吃到他体重的1到1.2倍的蛋白质量 这是很正常的 因为我记得有耶 以前就是有在讲是说我们要吃1到1.2倍 对没错 是OK的 是OK的 好所以饮食很重要 是 我们就讲到哇他是讲到说长辈真的好难说服他们 说你们的蛋白质摄取的真的不够 对对 然后他就在讲他 因为我现在说我妈怎么可能这样子 他说一个手掌大的这个这个肉 肉鱼鱼都可以 都可以 然后以我们来说我们可能一餐要吃两个手掌 每个人的手掌大小不一样 那就是看你自己的 对 因为像鱼鱼比我高好多 鱼鱼170有吗 175啊 哦 鱼175我才152 我们两个手掌大小不一样 那当然啦 因为他比我 他的手掌比我大他比我高大 所以他一定要吃的东西 没错我吃的量就比较多 所以用自己的手掌来看 最准 对我觉得最准 不需要去秤什么 就最方便的方法 所以老人家又不吃 所以长久以来 他的蛋白质不够 他的肌肉量一定会少 而且本来我们 应该是几岁以后就开始在流失 40岁以后就开始流失了 所以为什么人家都说老了不想动 我都觉得那不是老了不想动 是你中年就不想动了 你中年的饮食就已经 都已经不好 所以你就不想动 所以开始流失到你老年的时候才发现 哎我关节好痛没有 其实都是你肌肉退化 没有办法撑住你的关节 那你的关节跟关节碰到一起才会痛 所以回到源头 你拜托你好好的 注意你的肌肉这件事情 而且蛋白质要吃 其实大多数蛋白质吃了 就会脏气消化不好 那就是你肠道的那个 就是益生菌不够啊 对不对 都坏菌一堆 所以你才会觉得消化不了 这都是息息相关的问题 所以那我们问哦 比如说像有些人肌肉发炎啊 或者是骨关节 就觉得不舒服受伤 这种东西是不是真的 只要一次发生 就很容易会再复发 因为他如果是发炎就表示 你一定有碰撞 譬如说人家说的骨刺 为什么不会消失 因为他就是你平常姿势不良 然后肌肉就是压缩 然后你的那个 关节关节之间有磨损 所以他就会开始刺激 然后慢性发炎 然后变严重发炎 然后骨头就 歪出来了 所以为什么我当时说 骨刺的东西 或是你关节发炎的东西 你不要去吃消炎药 你应该先去把姿势挑回来 对对对 我比较建议大家 就是先找物理治疗师 确认一下你是脊椎侧弯 然后手部哪里关节弯掉 或什么 先把它调到正确的位置 然后开始用食疗的方法 可以有抗发炎的食物啊 或说减缓疼痛的啊 这些成分都可以先使用 使用完之后 其实那个骨刺 它旁边如果有长出一些 比较可以缓冲的肌肉 或是我们说黏膜的东西 它其实可以包住那个骨刺 它不会刺激到你神经病 就不会痛 那你去讲讲座的时候 其实现在我们虽然 我觉得以我们 因为我们的节目就是很 走在很前面 所以我们这些年一直在讲肌少症 可是你现在出去外面讲 大家还是跟你讲骨头 对 大家很喜欢讲 因为大家喜欢即时性的治疗 它把保健品当成即时性的治疗 所以我不会言那确实很重要 因为当你不痛的时候 你才会想动 这个我认同 可是你也没有发现 当你不吃了 不吃这些人家教你的什么 这个吃了骨头会不痛啊什么 可是你不吃就开始痛 这好奇怪哦 基本上我们的保健的概念是我要让你长期吃你即使没有吃你也不会痛这才是对的啊 所以它其实是解决你短暂的疼痛感 这个不就跟药一样 所以其实我的概念就是很像 跟彭文杰有一个概念 就我叫莫忘初衷 我一直告诉我自己我要推广的是 我真的希望是好的东西对你有帮助 你长期吃不会有身体负担 你长期吃即使你偶尔不吃你也不会有复发的这种效果 这才是我想要推广的保健的概念 对所以如果你常在吃那些抗发炎的东西 或者是骨头的东西 请你注意一下看它的成分 当你没有吃的时候 它可能就是就会痛 所以你要想一下 到底是为什么会让我疼痛 回到我们刚刚讲的肌扫症 我们肠道的状况 有没有吸收这些成分 能不能让你支撑你长久以来的那个状况 这个才是你如果你不吃 效果才会在 这种才是好的保健 所以如果你去外面然后大家就问你说哎呀我骨关节不好 我可以吃哪些保健食品 你会怎么建议它呢 我比较会先建议说 好如果你现在正在疼痛 你可以选择一些可以减缓疼痛 譬如说我们刚刚说的MSM 这种在骨外就已经很常见的东西 或者是常常讲你说软骨素葡萄糖胺 其实是可以减缓疼痛 但是那个效果都不及 你可以先把一些 譬如说玻尿酸 我们说的骨关节上面有一些玻尿酸 这个也都可以拿来做补充食用级的玻尿酸 这个可以增加润滑 再其实现在目前也有一种很 应该说电视上广告大有的看到UC2 对 非变性第二型胶原蛋白 它的效果就会比那个我们说的传统 葡萄糖胺卵骨素就会比较快 因为在研究上指数它确实效果也比较好 所以这几个都是目前你市面上看到 骨关节的产品很常见的成分 对大概就是这样 好可是还是不要忘记 因为肌肉可能才是最重要的根本 那我们就最近常常在聊运动益生菌 那运动益生菌跟肌肉 因为很多人就会觉得那是有直接相关吗 那它可以为我做到哪些呢 其实运动益生菌跟肌肉 它的概念就来自于我们说的肌肠轴这个理论 然后我们像益生菌在肠道里面 其实它发挥功能很多 我们其实之前好几个节目有聊过对脑部啊 对记忆啊对什么肠道然后或是瘦身啊免疫啊等等等等 它其实功能很多 它对于运动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在运动员身上发现 发现说这些运动员 怎么他在做负重训练的时候 他的肌肉状况很好 关节也不容易磨损 所以他们去研究 原来这个举重选手里面的肠道菌虫像 他的那个感觉是不一样 我们就把它研究出来 花了10年的时间 找到这个运动益生菌 发现这个运动益生菌在肠道里面助长的时候 它可以帮助你运动的表现 然后帮助你 譬如说我刚刚前面不是有讲蛋白质吃的不好消化 欸它就可以让你的蛋白质进来 分子比较好消化 进到肌肉里面去做训练 做储存 然后可以让你肌肉变得比较完整 大概就是类似像这样子 所以运动益生菌在目前 我们在益生菌界它还蛮多运动员会知道说 我想要我的运动表现变得比较好 我想要运动的延迟性比较长 疲劳度比较降低 其实运动益生菌在这个方面都有很大很大的帮助 是这样子 欸其实刚刚啊我在前面 今天一开始在分享一些 医疗跟健康讯息的时候 刚好有一则新闻 他就讲到说 有些人半夜会脚抽筋 那脚抽筋的原因可能蛮多的 包括你水分啦 或是你的那个矿物质不平衡 那从前就也有讲到说 因为夏天有的时候 你的代谢的问题 你水如果补充不够 你的乳酸容易堆积 假设你有运动的话 你这个也非常容易 对 在半夜的时候就是抽筒醒来 没错没错没错 我记得我们上次有一次在聊 就前没多久 我们在聊运动益生菌的时候 就有人问到说 那个那这个东西对于 运动益生菌对于这样的一个乳酸 运动完之后对乳酸堆积 对代谢 它也是有帮助 对在研究指出运动益生菌 它可以帮助乳酸堆积 可以快速解除 所以它可以减缓运动后的疲劳 所以在吃 在补充运动益生菌 在你尝到一阵子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如果像有人说走两圈 老人家就会累 你会发现他走了四圈 他会跟我说 我还可以继续走 那种是最明显的感受 我前阵子收到一个就私讯 就上个礼拜我才看到 其实那个是我的朋友 他已经传给我很久 大概至少一两个礼拜 可是因为我太忙 我都有那种一千个line 都没去读 然后我有一天晚上就是熬夜 把他们全部清掉 我看到 哎我真的觉得对不起他 他就问我说 那个运动益生菌 因为他只是想跟我回馈 就是说 他听我分享运动益生菌 然后他说他之前困扰了很久的 有一个腰痛的问题 嗯嗯嗯 他说他吃了很多 然后就去看医生 都没有办法解决 然后他那时候看我讲运动益生菌 他就在想说 因为我们在跟他沟通的概念是说 你肌肉要 你肌肉要有力吗 对 要强壮 你可能就可以 因为你的腰症被痛 可能真的不是骨骼发生的问题 他想说死马当活马一看 就是试试看 就他说他吃完 吃完之后 他说他就是 真的就好了 所以他就 吃完他就问我说 什么时候还可以在 那我就觉得 因为我自己是没有 这么明显 因为我没有痛 对 我们没有 没有那个痛感 所以我其实觉得 蛮 蛮不可思议的啦 我必须要说 就是有些东西我 确实觉得不可思议 嗯嗯嗯 但因为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 每个人的反馈也不一样 我也都是听大家的反馈来 是 我自己有我自己的感受 对 我自己的感受可能是比较有力 对 这件事情我有 但是疼痛 因为我本身没有疼痛的话 嗯 我就没有那种 疼痛他的舒缓感 其实我 我还是 我还是必须要说 我真的觉得蛮神奇的 蛮神奇的 那回来 我们刚刚有讲到骨 骨关节的一些保养品 对 比如说大家都问你说 哎我要吃什么去保健 对 然后你就会讲一些 呃这些东西 可是 停掉之后你会发现 哎好像这些问题又来了 是没错 就像我朋友跟我讲的一样 停掉之后他之前吃一些东西 或是 那有可能真的就代表 你并不是骨关节的问题 你的你是增加他的润滑度 这些但是不能够去 就是治标不治本 对没错 就是你刚刚讲 对治本的话我们就 必须要去从肌肉面下手 对肌肉面下手 那像这边有一个问题 就是也是我要问的 对 就是讲到就是说其实 不是只有我刚刚说的 那个回馈 就是他的这种痛 他竟然会改善 嗯然后还有一些 朋友们回馈给我的是 退化性关节炎的不舒服 对 还有甚至肋风湿性关节炎 对 他也很有感 对 包括我朋友跟我说他腰痛 真的是痛了很久 什么样都没有办法 然后他现在就是神奇的就不痛了 嗯 我是真心觉得神奇 我用神奇两个字 是因为我不知道 他到底为什么可以这样 嗯嗯嗯 所以我也想要问问看营养师 就是你从营养师的角度 营养学的观点来看 他到底有可能的激转是什么 其实像运动益神菌一开始 我们就一直强调说 他真的是以激长肘的概念 先帮你养一匹好的菌 在你的肠胃道里面 因为这件事情 是你从以前到现在都没有做的 如果你从以前到现在 现在蛋白质量都不够的人 其实你可以真的试试看 因为我们想要知道的就是 当你的蛋白质补进来代谢不好 或什么的 你就靠一下运动益神菌 先帮你把我们刚刚说的 最重要的那个支撑力先撑起来 好支撑力撑起来才会让你 譬如说你有在其他的保健品 譬如说我们刚刚讲的UC2啊 有加那些抗发炎的MSF 这些东西在你一起补进来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如果我今天停掉这些东西 我还是有办法可以维持的不痛 维持的舒缓 的原因就是来自于 你的肌肉撑住这件事情 所以那个退化性关节的疼痛 真的要回过头来看 我先解决你及时性的疼痛 没错 可是我要你的是 你的退化性关节的那个关节磨损 不要再继续恶化下去 先把那个空间给让出来 我常常讲空间让出来这件事情很重要 因为你没有把空间让出来 他永远就还是在磨磨磨磨磨 磨到哪一天你软骨不见了 你就只能换人工关节 所以退化性关节炎啊 我们说的激少症 这些真的都可以靠食疗的部分去处理 但是你必须要把食疗的成分选好 譬如说运动益生菌 我们刚刚讲的那个UC2 我们刚刚讲的MSF 甚至刚刚讲玻尿酸 这些成分都是可以有帮助 退化性关节跟激少症 讲到一个刚刚讲那个 我们说类风湿性关节炎它比较特别 它比较是属于自体免疫性的问题 对啊 那为什么也会 为什么也会觉得有帮助 它是攻击你的关节的那个软骨嘛 所以自体免疫性性胞大概就是用 我们现在的最新的研究是UC2 这种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 它会帮助减缓你那个自体免疫性胞 去攻击关节的软骨 对对对 所以它就有办法减缓 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疼痛 这个就是它减缓的疼痛 但是我说的减缓疼痛之外 你还是要把你原本 我们把那个支架把它撑好之后 它不会疼痛之后 你就会发现你的肌肉是越来越有力 关节越来越有空间 可以去活动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你的疼痛感消失 你就会变得会比较想动 差异性在这里 然后再来其实它还有 那个慢性发炎的话 就我们有黑酵母 或是那种MS 我刚刚讲疼痛的黑酵母 这些东西都可以帮助慢性 减缓慢性发炎的成分 这些都是研究上指出 对刚刚彤文姐讲那些疾病 都是非常有效果的成分 这些都是在你在 在选择保健品选择 跟肌肉关节有关系的成分上 你都可以好好去搜寻 这些东西都对你的 帮助都非常非常大 你看宜徐我没有乱讲 我直接找乱给你看 你看就是她8月18号 对真的 传给我她说 Hello Nicole 请问你最近还会开什么团吗 谢谢你推荐好我 之前腰痛不舒服 我换了好多医生 做了好久复健 都不见成效 之后经由你的团购吃了这个 某一天发现真的好久不再痛 哇塞 好棒 但我现已无存 我好恐慌 希望你能快些开团 然后我到8月23号 一个礼拜过后 过了6天 我才看到 真的 对不起我没有注意到 刚好我们刚好 刚好有 有正在分享 我就赶快把连结给她 她就说我知道 我礼拜三就发现 已经有了 我马上订了食品 谢谢推荐好 这真的是 我也觉得很神奇 所以我 我其实也在想说 就是我只觉得就是 她是对于肌肉 我知道肌小症 这件事情很严重 那我想要 我可能就是会活比较久 对我们很有用力 对所以我们肌肉 还是要把它顾好 一定要 因为她又是你很多 她陪你很久 不舒服的根本的话 对 我们还是要把它给 给培养好 培养好 所以呢今天我们最后 来帮大家一个总结 就是肌肉跟骨关节之间 我们要去把它平衡好的话 那希望营养师给我们一些 日常跟饮食方面的建议的话 对 你要怎么建议大家 来我说 要把骨骼跟那个肌肉顾好 第一你的隐身中 你每天都要吃东西 东西没有进来没有用 再来要消化吸收代谢 也要有东西可以帮助你吸收消化代谢 最后真的要去动 不是真的只有走路 一点点的负重的力量 可以帮助肌肉 可以做更完整的修复 跟唇骨 我觉得是唇肌肉 这件事情好重要好重要 所以一直运动 这件事缺一不可 再来是你一定要有信心 好好的用食物 帮你把它补起来 真的 那当然有一些可以帮助的 这些保健食品 我们也可以适时的选择 来帮助大家 没错 今天非常谢谢刘怡群医药师 谢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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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